而在11月25号 富里乡封南疑似发现了台湾黑熊 乡名是议论纷纷 有居民就指出了 早已经听说原住民在山上曾经遇过熊 而富里乡名代表叶嘉宏 就在咨询的时候 再一次的和公所确认 到底是不是黑熊 因为有许多民众都感到相当害怕 公所则是回应判定是由华联领馆处 并且也答应叶嘉宏 一周之内会向领馆处确定 是否有黑熊出没 10月15号 富里乡封南疑似发现台湾黑熊 民众都议论纷纷 有居民表示早就已经听说 原住民族人在山上曾经见过黑熊 富里乡名代表叶嘉宏 就在咨询的时候 再次跟公所确认 说到底是不是黑熊 因为许多民众都感到害怕 刚好是庆祝光复节 那刚好位于这个海岸山脉 旁边的永峰村 有民众拍下他自己的稻田 疑似被这个台湾黑熊光顾的画面 那这是史上 50几年来第一次的发现 那为了人雄共处 那在第一时间 我们富里乡农会的张总干事 透过这个媒体 很霸气的 全面收购 被啃食的稻田 让这个黑熊 台湾黑熊 能够好好的饱餐一顿 那农会总干事也将这块稻田 完全的不收割 那全部以保价收购的方式 全部留给我们这个黑熊吃到饱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熊的脚印 只有看到山豬的脚印 那我说我也请我们农业科长说 那最起码你要去检 那个检视他的分辨嘛 对吧 你现在有吃的有帮啊 那你再来不然有利力 我刚刚正代表说 他一个人怕会怕 不然如果叫人吃去 这会更麻烦 曾主将讲了 一个礼拜 我请到农业科 公所则是回应 判定应该是要有花莲领馆处 并且也答应叶家宏 一周内会向领馆处确定 是否是有黑熊出没 到底海岸山脉 今有没有台湾黑熊 民众看法各异 倒是证明发现黑熊的诚信 农友现在上山巡田的时候 一定不会忘记带着熊铃 叮当响 报平安 记者高伤 少富一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